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那个二十世纪大战以后的西方艺术 那年代上应该是从1945年大战结束以后一直到1970年这段时间 我想大家可以了解到恐怕艺术史已经到了当代艺术了 因为距离我们现在事实上大概就是半世纪里面的艺术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二十世纪过完 所以大概就是二十世纪的最后的这个下半叶所发展出来的艺术 那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美国的艺术崛起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西洋美术史 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碰到任何跟美国有关的发展 当然它本身的这个建国非常的晚 所以今天开始我们看到战后美国崛起成为西洋美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 那当然原因很清楚 因为上次各位记得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全部都逃往美国 所以美国等于在战争当中捡到了一批欧洲的精英分子 那这些人以美国作为他们的重新去思考人类为名的一个起点 然后在这边开始去发展他们的文化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战后美国的艺术家 他的整个祖籍来自于各个地方 其实我们不要讲别的 我们看到中国很多的艺术家都跑到欧洲或美国去 特别是以美国为主 那像建筑上的被遇民 那大家都知道说当然是因为战争 不然他也很可能就在中国发展 所以美国在战后 尤其是纽约 所以等一下大家会比较集中的让大家看到纽约的画派 那其次我们看到美国在二战以后 他的经济非常的富有 他成为一个世界经济援助各个国家的一个金元王国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 我们看到纽约的经济的这个巅峰状态 使他发展出一种艺术形态非常的自由 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个自由包括在物质的运用上 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到战后最重要的一个流派 抽象表现主义 我们等一下在影片里面 第一个会出现的这个流派 抽象表现主义 那其实抽象主义各位已经了解到 我们在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介绍了欧洲的抽象主义像蒙德里安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用很冷静的水平线 垂直线来做他的画面构图的 那抽象主义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辨认形象的这一类的画派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把自己在前面 学到的抽象主义的这些概念再拿出来用 可是为什么抽象又加了一个表现主义 因为表现主义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讲 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德国的流派的时候 我们讲过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用很强烈的色彩 用非常感官的方法来画画 那抽象主义是认为绘画是一种思考 是一种理性的规格 那表现主义是一种泼洒 结果美国把抽象跟表现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抽象主义本来是强调理性的 强调一种还原 一种造型上的还原 可是美国因为他的战后的这种经济上的富裕 跟他的自由 他喜欢泼洒性的东西 非常感官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抽象表现主义 比较代表的一位画家 Paul Locker Jackson Pollock 等一下一开始各位看到用录影的方法 记录他生前画画的形态 他不是把画布立在那边慢慢画的 他是把画布铺在地上 然后用整筒这样泼上去甩出来的 这个动作 我们过去的画家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敢用过 其实中国有叫泼墨 就是泼 那大家会觉得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孩子这样画画 你一定会骂他说你简直乱画 我们在这里我们会检查 美国在战后会质问我们 什么叫做乱画 为什么拿着手拿着毛笔这样叫做画画 如果泼就不是画画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的人 各位或我 如果看到有一个人这样子画画 你一定说这个人在乱画 可是他在这里要解释的是说 人类的一个手的行动 这个手的行动过去规定说 我在理智控制底下留下来的线条是没的 可是他也许会认为 可能这是一种错误 你不是在理性的状况里面 比如说毛笔滴下去的 有一滴水滴 有一滴墨滴在纸上 炸开来的形状 可不可能是没的 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 其实你会发现 今天我们已经讲到艺术史西洋美术史 最靠近我们的 它产生了很大的革命 这个革命在质问说 人类的行为学根本是自己把自己绑住了 画画为什么不可以甩 我这样甩过去的这些点 如果我在美术课我这样甩 老师一定来骂我了 说你怎么乱来 可是他的意思说 如果我这样甩 我甩一千次 我找到了甩当中的一种图像的规则 其实他是在画画 所以我相信说 今天可能会造成很多朋友的困扰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对现代艺术很陌生 而且我们对现代艺术的态度是说 现代艺术在胡搞 其实我们通常一跨入 连我自己以前也是 一碰到现代艺术 觉得这些人在胡搞 因为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包袱 所以你越在现代艺术里面觉得自由 你越是对艺术观本身自由 所以现代艺术很重要一点是说 不要问那张画好不好 问说你为什么觉得画画只有一种方法 而不是有一千种方法 就这个画家Pollock他用甩用刷用低的方法 他可能在找新的规则 可是我们可能被绑住了 所以我希望今天跟下一次是我们上课的最后两次 大家如果喜欢艺术 你很可能会发现你前面所有学到的艺术 使你在对抗现代艺术 这样可以了解吗 因为你所有学来的东西使你憎恨现代艺术 因为我这么努力学画 学了半天 结果这个人在泼 可是要了解到 在艺术里面 永远有一个人做法跟你不同的时候 你应该感谢他 因为艺术在拓宽人类的行为学 人类的行为是无限可能的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说 一定是这样画画 有一个人很自信说 我学了十年的艺术 我在大学学了四年 艺术研究所读了多少年 我拿到艺术的博士 可是这个人很可能是阻碍艺术发展的人 因为他太多艺术的过去的记忆 因为艺术有可能是求新的 求新的表现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些例子 唐朝有人开始拿着毛笔 写很快速的草书 怀术的时候 写楷书的人可能认为他在乱搞 这样了解吗 他练了二十年的楷书 他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乱写 他会批评他 可是草书可能是一个创造 然后过去穿着芭蕾舞鞋 去跳那个脚尖的那样的舞的人 然后有一个邓肯忽然把鞋脱掉 用光脚跳舞的时候 他被人家骂说这个人胡闹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开始讲现代艺术 大家了解到 我们前面学了二十二堂课 都可能使我们变成保守主义者 我们看到所有艺术都不顺眼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是当代艺术 不再是过去传统 讲传统艺术好很简单 因为别人都讲过他很好 可是你走进北美馆 你走进一个画廊看到一个 你觉得从来没有看过 在这个课程里从来没有学过东西 你在里面发现兴趣 我想是最后两节课 要给各位的一个反省 我用反省这个字 我觉得它不是一种能力 它是一种谦虚 因为千万不要认为 我前面学了很多艺术 所以我对艺术一定懂 因为艺术永远是新的 那过去我们听了好多的巴哈 听了好多的古典音乐 所以你很自负 觉得音乐都懂 1914年第一次的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纪礼 全场都在骂那个音乐 说是噪音 因为大家不知道 那个音乐是在实验一种新的东西 可是今天 已经过了七八十年 大家说春之纪礼真是古典音乐 可是都是后知后觉 这样了解吗 所以现在艺术可能提醒我们说 在艺术里面 不管学在多都要 其实艺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 像孩子一样的天真跟好奇 不要自大 那越是学的多 越可能绑手绑脚 因为艺术其实永远在找新的 艺术最大的特色是 它不要重复 它不愿意重复 它希望能够找到 另外一种新的可能性出来 所以各位知道 所有在艺术上 当代在做创造工作的人 都被当时的人骂 跟误解 非常奇怪 文学如此 诗如此 绘画如此 舞蹈如此 戏剧如此 所有创造性的 刚刚讲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上被骂 那怀术在草书上被误解 那绘画上 Pollock他们都被误解 所以每一个在当代被误解的艺术家 都可能是下一代真正的大师 可是这一代 大家认为都是大师的 可能是这个时代的保守主义者 因为他重复了前面的东西 那最简单的例子是各位刚刚看过Piccaso 对不对 Piccaso 所有前面东西大家都看得懂 后面觉得不懂的 其实那个部分是Piccaso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他不要重复他自己 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到 可是当然有人会问 那如果大家在那边搞怪 你怎么分辨 当然 这里面在考验我们 什么东西是创造的 creation 创造性的东西 什么东西是没有规则的 比如我刚刚讲说 Pollock他在那边甩的时候有人甩 这个人在胡搞 其实你讲他胡搞没有关系 可是你有机会你再回去看 这个人三十年当中 一直在甩当中找规则的话 他绝对不是胡搞了 因为胡搞不会重复到要找规则 所以Pollock在那个非常大的画布上 不断的去甩的时候 他在找一些规则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我们对刚刚发生的事物 稍微小心一点 然后等一下各位看到一个 意大利的画家叫Fontana 画布买来也不画画 就拿锥子戳戳戳戳戳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说 这个人神经病 我想我也一样 一定说 我刚到欧洲读书的时候 我就看到Fontana的作品 这个人神经病 每天就在那边要刀子割破 把画布割破 等一下各位会看到他的作品 可是今天隔了二十年三十年 不只是别人在整理他的艺术的重要性 今天我看到他作品 我也被他震撼 因为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 他一辈子就在割画布跟搓画布 然后我们面对他对于一个这么干净的一张画布 绷得好好的一张画布 用刀子很仔细的割破所构成的那个形状 他在思考里面的东西 那现在当然很多人已经把他的书整理出来了 他在战争当中 他一直不能忘掉一个伤口 因为他在经过二十世纪大战 在意大利 很多人死掉 满街都是尸体 很多的伤口 他觉得每一个伤口都是永远不会痊愈的 所以他开始搓画布 他开始割画布 他让我们看到画布本身上面都是伤痕 都是伤口 他现在变成二十世纪大战以后 表现战争里面的不能痊愈的伤口 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家 所以我提这些例子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一定这么敏锐到 立刻可以发现冯塔纳是好艺术家 可是在现代艺术的前面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他可能在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可是我们刚好因为我们的自大 我们会说这个人简直胡搞 所以其实现代艺术在反省我们自己的自大性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为什么我当时这么自大 敢于说帕拉克在胡闹 冯塔纳在胡闹 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艺术研究所毕业了 可是那个不代表任何东西 学历跟美的审美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审美本身是一种谦虚 是你发现这个世界上 还有更新的声音要出现 更新的色彩要出现 更新的人的身体动作要出现 这个时候你有一种谦虚在里面 所以我不晓得也许在最后的两节课 我反而希望我们一起来 给自己留那个谦虚的空白 人类的文明往前进步 最大的危机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自大 就是我知道太多了 所以我可以判断事物 可是当你面对当代的东西的时候 你真的不敢判断 几乎是不敢判断 所以也许从今天到下个礼拜 各位接触到的现代艺术 都非常的怪异 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它了 可是我也会问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判断 美不是不纯粹是一种判断 美是一种好奇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比较 天真的有孩子个性的人 他在现代艺术当中 他反而会比较开心一点 然后越是过去知识很多的 他在美前面他越负担很大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刚刚提到说 知识学历都不代表美 他跟美无关 他跟美无关 相反的也许背负了太多的知识 反而看不懂一张简单的画 其实我们上次在米罗的话里 已经发生这种问题 我们发现很多大人看不懂米罗的话 可是孩子都看得懂 因为孩子没有负担 没有负担 学来的东西要丢掉是最难的 所以我想我们上了这么久的课 前面22堂课可能都在学东西 因为是艺术史 是历史 它已经尘埃落定 可以下判断了 可是今天到下一次不是艺术史 是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可能不是用知识的判断 而是用一个比较开放性的心灵去面对它 比较开放性的心灵 所以我常常提到说 我很喜欢孔子讲两句话说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为学是学东西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可是不要忘记为道 就是你修行要越少越好 为道日损 为什么要损 拿掉一点东西 就是把前面22堂课学来的东西都拿掉 那各位说 那我不是白交了学费了 那知识拿掉以后会变成智慧 我们很怕一个人一直卖弄知识的 有一天他在生活里 他可以不那么随便发言的时候 他会变成很智慧的人 在生命当中 其实他反而拿掉了 他不是处处在判断别人 所以我们说知识并不等于智慧 知识一直加一直加 最后也不等于智慧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在生活里 各位慢慢就会发现 也许一个乡下的老农夫 坐在那边看着他的稻子的生长 他是有智慧 他不一定有知识 因为他有生命上的宽容 他有对生命的爱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是两回事 所以我这样特别讲 是因为我觉得每次碰到现代艺术 都很难 我自己也难过 也曾经很难进入过 那今天我也了解到 很多朋友要进入现代艺术 都很难进入 因为你过去有太多的概念去判断 现代艺术的时候 你格格不入 你进不去了 可是试试看 不要去先判断 这是音乐还是噪音 我大一的艺术概论 常常有好几节课 跟学生一起讨论 这个叫噪音还音乐 用各种录音带 放各种声音 然后有一些学生 这是音乐 很好 有人说这是噪音 然后我最后让他们整理说 你为什么说这是音乐 为什么说这是噪音 如果噪音跟音乐 这种判断拿掉 它就是声音 声音本身没有好坏 它就是一种存在 那当我说音乐 是因为我喜欢 我觉得好听 喜欢 可是各位知道 每一个人的好听 跟喜欢的规则可能不同 那我说噪音 是因为它让我觉得 不舒服 烦躁 可是让我不舒服的 很可能别人在里面 发现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最后会 有一个结论 是说每一个时代 刚刚出来的音乐 都是噪音 非常奇怪 我在初中的时候 我听Bito的音乐 那时候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 听很多古典音乐 我们觉得 简直胡闹 然后等到我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 那种heavy metal的东西 重金属的那种摇滚 吵得要死 然后我觉得Bito是好古典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刚刚出来的东西 都是噪音 然后隔几年 你会发现 它已经变成好听了 好奇怪 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规则 一直在被新的创造者发现 然后我们刚开始会不适应 不适应这样的东西 德布希最早的12平均率 出来是被骂的 大家觉得简直是一个噪音 可是今天谁敢说 德布希是噪音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真正在当代的创造者 非常的孤独 因为他不被了解 因为他在 他找到一个新的规则 可大家还在用 旧的规则在活着 所以没有办法习惯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跟下一次 我们进入到现代艺术 其实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把自己的心情放轻松 不要太急的去判断 你可能会好过一点 不然接下来你会很惨 你会发现一个人 把漫画也拿出来当艺术了 等一下我们看到 所有东西都是漫画 还有安迪瓦 把玛丽莲梦露的招牌 拿来当艺术了 所以如果你还要用 前面22次来判断 你今天跟下一次 都会痛苦不堪 可是如果 整个的意念一转 你就会觉得 开心得不得了 你觉得艺术的世界 这么广泛 这么宽阔 那下一次更严重 下次有人就 拿一块布 把一个房子包起来 就是艺术 你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要生气的话 你这两次 你都会气炸掉 可是如果心念一转 你就会发现 很可爱 然后你会发现 你也可以去玩这个东西了 用玩这个字 用玩 用游戏 用轻松的方法 感觉艺术的创造 可以是一个 新的材料的发现 新的观念的发现 新的表现技法的发现 我特别讲心这个字 是说不要重复 以前人已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那只毛笔 这样子重复过 我就去找毛笔的 其他可能 甩是一种可能 低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个 一个画家 每次占了颜料以后 拿了一支画笔 从一百公尺跑 跑到画布前面 撞到画布上去 够神经病了 你觉得这个 这个艺术家 一定是精神病 可是我们看到他 终其一生 在那边找那个 画布上的颜料 被炸开来的感觉 炸开来的感觉 今天我们在博物馆 看到他的画 没有一个画家 找到这种关系 就是颜料 被炸开来的这种 这种效果 在画布里面 产生了非常奇特的 一个状态 所以每个在艺术史上 被讨论的画家 都是别人不能取代的 因为别人没有想到 这是一种表现方法 这是一种可能 所以注意一下 就是艺术越来越要求 不要重复 过去人类做过的 去为人类 再开一个新的一条路 其实走这条路的人 很少都没有关系 可是不要去 大家那样走 你也挤得那一堆去走 因为他对人类的文明 没有进步上的贡献 因为那么多人在走 你何必 你为什么不去走一条 以前的人没有走过的路 所以我想西方的现代艺术 跟我们过去 对传统艺术的看法 很大的不同 他很强调独创性 有没有独创性 那这个独创性 才构成你在艺术史上 被讨论的基础跟原因 所以重复别人的 都没有意义 都没有价值 所以这里面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讲 当代艺术非常强调 creation这个意义的东西 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讲 皮卡索也在讲 皮卡索十几岁 那个话就已经好得不得了 那他活到九十几岁 他一直重复 那他这一辈子 真的没什么意思 所以他最后 1907年的立体派出来 大家都看不懂了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对他来讲 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因为他不要重复 他用过去的画法 他找到新的可能 新的绘画的可能 然后去做实验新的东西 所以实验这两个字 变得非常重要 去试新的东西 新的材料 新的观念 新的表现技法 去试试看 新的这种可能性 那我想这个部分 对台湾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现在刚好在保守 跟可能慢慢要前卫的 这个阶段 所有的这一个 这个岛屿上的人 对于当代艺术的一个态度 会使他变成一个 有创造力 或者没有创造力的地方 变成非常重要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这几年我很希望 谈现代艺术 或者说引进像 比卡索那样的作品 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态度上的改变 因为过去其实是因为他保守 他看不到很多新的东西 那可是现在不是 台湾很多资讯都进来了 你在网路上什么都看得到 那你怎么保守 其实没有办法保守 那那个保守只是一个 心态上的一个东西 那在科技快速的发展当中 艺术被科技带动 将有新的表现 现在电脑绘图 已经是不得了的东西 在美术系里面 所有人都被这个东西挑战 因为你所有的那些画 在3D里面 一下就做出来了 那艺术都在被科技逼到说 要重新思考 现代的艺术将要怎么去发展 怎么去表现 过去我们觉得 手绘的那个能力 现在电脑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那你再强调 那个手绘的能力的时候 到底意义何在 好 这些东西都没有定论 可是它都在被提出来 这些问题都被提出来 所以现在的美术系 其实是一个 有待调整的一个科技 因为所有过去的教法 做雕塑 画油 画水墨 可能都没有办法 真正带动 因为我们看到新的课 陆续不绝出来 有叫录影艺术 有叫电脑绘图 有叫这个mixed media 复合媒体 什么东西都用 用各种东西来表现艺术 就是不用绘画跟雕塑 等一下你也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会提到 在美国60年代 从垃圾箱里面 剪各种东西 去拼艺术的东西出来 它就是不是绘画 你不知道它应该叫它叫什么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 一系列的带大家 进入这个领域 那最主要 我只建议大家说 不要先判断 不要先判断 那判断是一个 思维知性的东西 可是现代艺术 可能要你恢复感性 去感觉一下这个材料 感觉一下造型 这些东西 所以知识性越强的 越难进入现代艺术 所以多少年代学生 也最后都发现说 他判断心态 心态强的人 很难进入现代艺术 因为现代艺术 希望你自由 可是我们很难不判断 因为我们所有学来的规则 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就要判断 所以我常常形容给大家说 你到北美馆 你到画廊 你待一个下午 你做一个调查 你看一看 所有进到那里面 去看画的人 有多少时间在看画 其实很少 大部分都在看底下的牌子 其实看画的时间非常短 然后看牌子很长 谁画的 什么材料 多少钱 对看画的人都非常重要 他就是不看画 他就是看那个东西 那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个东西是知识 并不是艺术 并不是美 所以我们自己都有这个问题 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行为 每一次我都叫学生 一个下午在那里 我说你不要看艺术 你去看看画的人 然后你做你的笔记 回来我们一起讨论 最后果然是如此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他可以看懂那张画 都要靠那个牌子来解释那张画 那那个牌子上写五题 那你怎么办 好 艺术家已经知道说你根本就不看画 所以就写五题 我看你怎么办 好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问题 说我们一直要依据知识性的指导 来相信这个画有没有价值 那为什么要看多少钱 因为那是一种价格 价格就是价值 可是没有意义嘛 一张好的画跟价格可以是无关的 可以是无关 那表示说我们对于美 审美这件事 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们完全要靠外围的东西来判断 或者说你知道他这颜料花多少钱吗 好 这个也是一种判断 所有的判断 其实都跟那张画好不好 没有绝对的关系 可是我们非常需要 我讲的说 连我一样的 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就是对美没有绝对的信心 可是孩子不会的 孩子在他那个美的世界 他会非常自由的去感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了解 现代艺术在颠覆很多东西 所以我刚刚讲说 无体本身是一种颠覆 现在还有很多艺术家 做出一种艺术 是你完全不能买卖的 他在颠覆什么 他颠覆艺术可以买卖这件事 也不能收藏 你怎么收 Crystal的东西 把一座三包起来 你怎么去收藏 你说我很有钱 我要买你的艺术 你怎么买 他就是要让你不能买他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说 从垃圾箱剪很多东西去拼 你要买 你不是更神经 他就是在玩 他在讽刺 所有人类对艺术的行为 自己已经把自己扭曲掉了 所以他在重新恢复 艺术的本来的状态 艺术本来的状态 其实是游戏游戏出来的 是开心 第一个是创造的快乐 那这个创造的快乐没有 而我们看到所有的那些 觉得自己是大收藏家的人 谈来谈去 谈的最后都是钱 其实不是艺术 那艺术家就觉得 怎么艺术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种状态 所以我想现代艺术 其实做了很多有趣的现象 也许等一下大家可以 在今天我们进入到 二十世纪大战以后 先开始试试看 把脚踏进这个领域 因为接下来台湾 我相信会有很多 这一类的展览要进来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它 怎么去面对 所谓的当代艺术 或者现代艺术 这个部分 那也让我们自己的生活 开始比较活泼 或者富裕起来 甚至很多现代艺术 会来强调 其实将来的世界 可能没有艺术家 为什么你要去看 艺术家的作品 为什么你不可以创造 他相信每个人都有创造力 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 自己的美好的世界 所以他强调 每个人都可以动手 去玩一些东西 捏土也好 或者去编织也好 就是重新用他的手 去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现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观念 在当代艺术当中 可能要强调说 艺术家不再是一个 特殊的专业者 其实皮卡索在做 这样的革命 皮卡索原来的画 你一看你就说 你看他画那个太太 画得那么像 我做不到 所以你说皮卡索是艺术家 可皮卡索后来画的画 告诉你说 你也可以这样画 他认为 那样自由自在的画画 是最难得的 就是儿童画画的方法 可是结果我们在 开始骂皮卡索说 你看他乱画 可是皮卡索其实 当时是希望 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到 那样自由自在画画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要画得像 你去拍照好了 何必要画那么像 那个手的能力 他不觉得是最重要 他觉得自由自在的画画 是最重要 所以他常常跟别人讲说 他一生很不快乐 因为他觉得 他从小就没有画过儿童画 因为他爸爸老逼着他去 上那个最难的画班 那这件事情 我们看台湾现在 爸爸妈妈都还在重复 很得意洋洋说 我的孩子画得多像 可是那个事实上 从现代艺术观点 刚好是一个背道而起的东西 因为你刚好把孩子的创造力 变成模仿力 这样可以了解 瑞士的心理学家 研究出来一百个学生 一百个小朋友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画画 每个人都很开心的画画 每个人都认为画画 是快乐的事情 每个人都画出自己的样子 然后忽然老师来说 我们今天选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就学他贴在墙上 小朋友都开始不快乐了 因为他忽然他觉得 他价值被否定 然后下个礼拜再画画 所有人都学第一名 所以99个人都失去创造力 因为他模仿了 因为大人告诉他 你是不好的 他才是好的 所以儿童美术里面 现在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说 不要去让孩子 把创造力变成模仿力 所以儿童话 他们根本现在不主张比赛 因为儿童话本身 就是他自己自发的一个快乐 可是如果你否定 他说 你看这是第一名 所有的人都完了 都开始学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教育 在我们的儿童教育里面 到处都是 所以其实你回忆一下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 其实一直在放弃自己 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那个人好 可是现在的教育 儿童教育里面是认为说 怎么样去让他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 是无所取代的 是别人没有办法代替的 因为他有特色 他有特征 这就是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强调 每一个生命的个体的创造 都是跟别人不同的 他有他自己的特征在里面 去发现那个特征 而不是划一 那划一的话 就去到军队去 他就一样了 事实上我们还在延续 很多军队性的管理的方法 所以我想我们 在面对当代艺术的困难 其实在于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东西还拿不掉 有时候拿不掉 还没有办法承认 每一个存在的生命的个性 才是最可贵的这个部分 所以希望今天跟大家一起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转换 事实上我知道很难 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你过去的那个价值观 要一下要丢掉是难得不得了的 难得不得了 可是比较健康的个性就是 我不怕我自己 把我自己过去摧毁 那个时候它会自由起来 可是通常大概过去东西越牢固的 越难进入现代艺术 所以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 这样简单的一个测验 看自己面对当代艺术的时候 大概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心情上的变化 好 我们下面用影片来给大家看 因为我想现代艺术作品 大家很不熟 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 大家看一些这些作品 然后直接探讨 我们对这个作品的感觉 好 它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的爆发 开始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那一般提到二次世界大战 都提到这个人类 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毁灭性的武器 原子弹 今天我们已经觉得它不怎么够看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另外更可怕的毁灭性的武器 可当时两颗原子弹丢下来 所有人类都吓呆了 从来没有想到 人类的知识 科学 文明 带来这么毁灭性的一个 威胁性的武器 所以它从这样的一个原子弹的试爆 引发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然后带动现代艺术所面临到的问题 他们改变了西洋艺术艺术 几句话来带出了二次世界大战 带动的人类面临到的共同的危机 欧洲这边 德国的希特勒 屠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 人类重新在检讨 人性到底是什么 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屠杀人 人类的文明 到底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那夸耀着文明 可是做出这么野蛮的事情 而在美国这边 原子弹的试爆 引发了所有毁灭性的 未来的这种恐惧 那这些东西都是 社会带给艺术家 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怎么去面对这种科技上的发展 以及人类新的这个危机的问题 然后在欧洲跟美国 这些优秀的心灵 重新用艺术来思考 怎么样活在20世纪 它其实它的画面 一直停在这样的状况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 很大的矛盾 就是说你知道这是原子弹试爆 它其实是一个可怕的武器 可是你在视觉上 感觉到一个非常动人的力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说那个秦壮云的那个变化 在一种 一种奇特的物理现象里面 发生的那个视觉上的变化 所以这里面其实已经碰到说 20世纪大战之后 人类一方面在恐惧 一个毁灭性的战争 另外一方面 人类好像又身不由己的 被这样的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像黑洞一样的吸进去 所以当我们视觉 在看着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面临到 一个很不同的20世纪 新的感觉经验的东西 然后纽约变成了 战后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全世界重要的艺术家 都往这个地方集中 那他也提供了最好的绘画市场 艺术市场 让大家在这边来做新的实验 为什么是纽约 其实我想 我们前面在艺术史 大家都知道 艺术史的风水轮流转 各位回想一下 我们第一节课讲的希腊 后来到了罗马 到了意大利 然后他跟着他 跑了很多的地方 有的时候在西班牙 有的时候在荷兰 有时候跑到法国 那法国在19世纪是重镇 对不对 印象派全部在法国 可是20世纪 又跑到美国去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 艺术本身是跟着政治的自由 跟经济的繁荣在走 艺术本身非常的现实 你没有政治的开放的环境 自由的环境给他 他就跑掉了 你没有经济上的繁荣 他也活不下去 所以大概重要的两个条件是 政治的开放自由 跟经济的繁荣 那20世纪大战以后 纽约的确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因为在欧洲 我们看到希特勒 莫索里尼 他们老是要判断 什么叫好艺术 什么叫不好的艺术 然后他们的判断力 又常常是错的 常常把好的艺术 当不好的艺术 所以艺术家就要被抓到集中营去 那艺术家当然逃亡 可是美国从来不去判断 这个时候他非常的自由 他觉得你画画画不好 没有那么严重 何必要下监牢 所以美国提供了一个艺术家 可以在那边做实验的机会 所以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凡是艺术会发展 一定有一个条件 说你不要先去判断 他是好还不好 其实我们会发现 台湾在白色恐怖时代 就大家很喜欢判断艺术 那个时候用红色 就代表什么意思 用灰色就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那时候学美术 到最后没有颜色可以用 因为黑色也是不对的 灰色也是不对的 黄色当然也不对 那最后能够用大概就是绿色 所以怎么画画 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 不太能够想象一个时代里面 对人的那个限制造成的 这种创造力的伤害 那今天台湾也慢慢在开放 那给予你更大的可能性 去做艺术创作 Abstract Expressionism,Abstract Art Is part of Western tradition It evolves out of it,It's part of it,Remains part of it It's not Oriental,It's not a new tradition Clement Greenberg,critic and promoter of the New York School Became their spokesman And a friend of the leadingAbstract Expressionist,Jackson Pollock I first met Jackson Pollock in 1942 Came down the sidewalkAnd there was Lee Krasner Who I'd known of old And she was with a very respectable-looking gentleman And I saw this rather nice-looking guy And Lee said to me,This fella's gonna be a great painter And I said,Well,OK What finally hit me in Pollock's art Was the portable mural he did for the apartmenthouse In which Peggy Guggenheim lived That hit me,It was the first...First time I saw him go All over,repeat,repeat this way I thought that was a great painting And I began to follow Pollock Assidiously,you can say After that Raised in the America So he introduced抽象表現主義出現 在紐約最重要的一個50年代的畫派 然後這個畫派裡面的領導的一個人物 就是傑克森-Pollock Pollock 現在我們看到的拿著畫筆在地上滴東西的這一位 等一下有影片可以看到他的動作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他改革了畫畫的方法 就是我剛剛講說人類的手拿著一個毛筆 不管在中國或在歐洲 一直有一個畫畫的習慣 可是今天這個畫畫的習慣忽然被懷疑了 為什麼畫畫一定只有這一個方法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也許他剛開始他自己也不知道對還是錯 他只是想試試看 然後他就慢慢去釋出了一種新的狀況 好你特別注意傑克森畫畫跟傳統最大的不同是 他的畫布是沒有表框的 是鋪在地上的 然後他的畫筆上的油料是直接滴下來的 好這個就跟畫不一樣對不對 所謂的畫是說你要把毛筆壓在畫布上 拉出線條叫畫對不對 我想各位現在畫畫都是這樣畫的 可是為什麼一定量才叫畫 如果這樣滴下來的油料產生的線條 有沒有可能也是一種線條 好其實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要講說 大家都說抽象表現主義我根本看不懂 不知道人家在胡搞什麼 那我常常跟他們講說 那你也看不懂草書嗎 槐塑的秩序帖在故宮伯苑這個唐朝的名作 其實就是這樣出來的 中國是最早發展坡墨的國家 那麼唐朝的畫史裡面講說 吹雲畫法 把墨汁倒在紙上以後 用吹的吹出來的線條 其實他很早就有實驗性 在唐代的時候 那甚至他也不用毛筆畫畫 他曾經用頭髮 用過頭髮 用過甘蔗渣 用過紙巾 柔皺的紙來畫畫 這些在唐代唐代的繪畫紀錄都有 所以我想也許各位會發現 所謂的前衛藝術 也不見得那麼前衛 因為人類在開放的時代 也都曾經試驗過 好 看他怎麼畫畫 下面有一個紀錄片 好 你看他拿著筆以後 因為他佔了油料 那個油料很重 很濃 就直接的留下來了 好 留在畫布上 那這個時候你不太知道做什麼 可是你慢慢看他的動作 他的動作會找到重複的規則 有點像一個音樂的旋律一樣 好 有沒有感覺他的手其實還是在控制 他讓滴下來的東西產生的線條 流動的線條 其實跟我們過去的草書的書法家 在紙面上要找到的那個東西 其實非常接近的 只是他並不是文字 而是一個圖像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很容易說這個東西是胡鬧的 可是結果你會發現他的手 其實是在找某一種規則性的東西 好 然後接下來他就開始甩 他開始一層層的甩 然後用甩的方法去重疊一些記憶 好 你注意他這個動作是重複的 他的畫都非常大 各位如果有機會在美國博物館 現代美術館看到 一整面牆被佔領 所以你看到他的畫的時候 你整個被他的畫包圍過來的感覺 好我也常常講說 也只有美國在戰後這麼有錢的時代 可以容許畫家這樣畫畫 因為我記得這個畫在當時60年代影響到台灣 可是我們當時做學生的時候 我們連一管顏料都買不起 所以看到他們可以這樣畫畫 真羨慕死 因為他是一桶一桶用 我們就要說灰金如土 因為那個顏料很貴 那中國有一句話叫錫墨如金 因為窮 所以文人很窮 就用墨用的像黃金一樣很節省 可是美國在戰後他的物質非常的富有 所以他變成灰金如土的一種畫法 那這裡面當然跟他的物質條件有關係 他的畫其實是好幾層的 就是每一層都用了一種手的動作去重疊去重疊 那沒有圖像 可是他就是一些視覺上的痕跡 然後構成的一個旋律性的一種規則 在畫完了以後 他在上面做一些整理 然後才把它錶在框上立起來 因為這些畫非常大 他的工作室簡直像一個工廠一樣 鋪在地上這樣畫的 好這樣的一張畫 當然現在各位看到是螢幕上的東西 事實上他比我們螢幕要大好幾倍 所以注意一下他的畫跟尺寸真的有關係 因為你面對他的原作的時候 你是被整個的像一個 比如說你在面對一片海洋 或者沙地一樣被包圍的 他那個尺寸之大 會整個排山倒海壓過來 所以裡面有一種很強大的力度 那我們在複製品上這樣看 可能不太容易感覺出他原作的力量 他讓我們的視覺驚艷 他一次一次重疊出來的那些動作的 衝撞的力量的記憶 然後讓他在上面變成一個符號一樣 就像我們走在沙灘上去看 沙地上重疊出來的腳印 或者是這些痕跡的感覺 其實我們在自然裡面 我們會觀察這樣的東西 他現在把這個東西 用繪畫藝術的行為 把它表達出來 或者是有時候好像在看天上的雲 有時候在看雨滴 在沙地上留下來的痕跡 就是說其實它是一種自然中 所創造出來的一種力量 那我想最一般大家會覺得看不懂的原因說 因為我不知道它在畫什麼 可是我也常常會提醒說 你有時候面對一片沙地在發呆 覺得上面好多螃蟹走過的痕跡好漂亮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它並不是一個可以懂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視覺上的快樂 你晚上面對滿天的繁星 那個感覺其實不是懂或不懂的問題 是一個視覺上的感受 那用這個角度去面對 Pollock的畫作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點像把我們的記憶 重新帶回到大自然裡面的 這樣一個純粹視覺上的感受性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 recognizable imag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value in art It doesn't have to be about anything I gave it the title Lavender Mist I saw it and I flipped for it 你會忽然覺得好像是驚濤駭浪 是那個浪花崩溅在石頭上的感覺 有的時候忽然覺得是天上的雲在流動 其實抽象的繪畫 反而給我們更大的聯想的自由 所以當你覺得你看畫 一定要看懂是蘋果還是裸女 你反而是被它題材綁住了 可是我們平常欣賞浪花 欣賞雲的流動 並不是主題 而是那個視覺上的感受 所以這類的作品都沒有名字 它不給你標題的 它的標題就是作品第一號 那你不能聯想 你必須真正用你的視覺去看到東西 要看到東西 而不是去判斷它 不是去思維它是什麼 我剛才講說很多人不看畫 去看名牌 說裸女就知道 看到裸女就滿意就走了 其實那不叫看 因為真正的看是視覺的 Visual 而不是大腦的 當我們說這是裸女 這是大腦的判斷 你看到顏色才叫做視覺 是眼睛看到的筆觸 線條跟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 就是說我們的腦的思維 跟眼睛看到的東西 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可是我們現在常常 把眼睛看到的東西 交給大腦去思維 而沒有真正眼睛感覺到的東西 視覺上所感受到的那個東西 像不像雲 像不像一種水的流動 其實它有很多東西讓你很感動 好像你回到大自然的地景當中去 可是事實上如果你 你會覺得你很想知道 他在畫什麼的時候 你就很不耐煩了 你覺得你看不懂你就走掉了 那事實上如果你不在意那個主題 你反而會真正讓你的視覺感受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 好我們的視覺是在這個畫布上 這樣子慢慢的流動的 慢慢的驚艷 一個畫家的手 在畫布上留下的所有的痕跡 那這樣的一個抽象表現主義的畫風 當時變成美國最重要的一個戰後的流派 影響到台灣 那台灣出現了莊哲 劉國松這些人用水墨 跟抽象表現結合 因為他們發現中國古代的書法 潑墨畫 早就在實驗抽象性的東西 所以這是對台灣的影響很大的一個畫牌 他不是這個瘋狂的 無敵的精神 沒有 他不是這個 好 感覺像他的那個油料堆疊所發生的 有的時候像火山的爆發 有時候就是 我覺得裡面有好豐富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不被主題綁住的時候 你才會自由 你才會讓你的眼睛去驚艷這麼多的 色彩跟質感的流動 只要你一想判斷就完了 你馬上就不耐煩了 他其實很多細節 非常非常多的細節在裡面 有時候像一個蜜蜂的巢 有像一個螞蟻的窩 那我們在做孩子的時候看到一個蜜蜂的窩 我們可能會待在那邊看半天 覺得裡面好神秘的結構 可是長大了以後我們說 這是一個蜜蜂窩 我們就走掉了 那長大以後是大腦的判斷 小孩子是視覺的判斷 視覺的感受 那現在他這一類的繪畫就是 重新恢復我們孩子時代那種 不判斷事情的那種感受力量 真正去感受他裡面內在的空間 這個歐洲的一瓶家告訴我們說 美國的波洛克在做這樣的抽象表現主義的時候 他不思考政治問題社會問題 他就在做一個純粹的個人心靈流動的表現 可是他要比較他說 二十世界大戰以後 歐洲的藝術家沒有這麼幸運 因為二十世界大戰以後 歐洲所有的藝術家都背負著戰爭的痛苦 美國本土除了珍珠港事變以外 沒有受到太大的戰爭的波及 可是歐洲是所有人都被戰火蹂躏過的 所以每一個人的心靈都是破碎的狀況 在那個破碎的狀況裡 他很難沒有戰爭的記憶 死亡的記憶 受傷的記憶 血的記憶 所以他要舉出下面一個法國的藝術家 他也在做抽象的藝術 可是裡面全部是撕裂的肉跟血的流動 好這個法國藝術家各位現在看看不出來 等一下把它放大 你會發現是那個人的肉體被撕開以後 裡面那個淡淡的血的痕跡 他用很堆的很厚的激素油料混在一起 然後讓它產生那個肉破裂開的感覺 那這個只有在歐洲經驗過戰爭的傷痕的人 因為在戰爭裡面他們一直看到破碎的肉體 所以看到那個血痕淡淡的肉撕裂開來的感覺 我想各位在這個局部裡其實感覺得到 就是是傷痕 他在做傷痕這種東西 那個血液的記憶 那個傷口的記憶 他始終忘不掉 好然後下面就要他要開始介紹 剛才提到的Fontana Fontana割畫布搓畫布 他也做雕塑 他每次都做一個圓球 做一個很完整的圓球 做完以後他就把它弄破 他永遠在把完美的東西搓破 那其實就是他戰爭的記憶 因為他覺得戰爭就是把所有完美的東西忽然弄破 把一個完美的家破壞了 把一個完美的身體破壞了 戰爭本身就是破壞 他就在他的藝術裡做破壞這件事情 然後讓別人感覺到破壞的那種可怕的力量 好他就 你可以看到出來他做一個雕塑 做完以後他就用刀子把它切開 切開一個傷口 那這個東西剛開始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可是你到了一個大房間看到他 所有的雕塑都是這樣做的 你開始去反省 這個藝術家到底在思考什麼問題 這是他的展覽場 非常多這樣的雕塑 那每一個雕塑都是一個 愈合不了的傷口 我記得 台灣有一位作家 陳銀貞先生寫過一個小說叫 《將軍族》裡面講說 他看到一個一個 當時的一個妓女被黑道殺死 然後他說他那個傷口好像 淒慘無言的嘴 好像是很悲慘 講不出話的嘴 那我看到 弘塔娜後來的作品 我就想到這樣的一個句子 其實他就在講戰爭裡面 一個完整的東西忽然被破壞了 然後一種無聲的悲哀的感覺 好 這是他的畫 他 現在各位可能看不出來 他就是把畫布用 用錐子戳破 戳破以後 他再用油料慢慢去補 好像希望把它補起來 讓別人不再看得出來 可是最後別人還是看得出來 就是那個傷口的部分 好 我想大家看得出來 弘塔娜就是在那個畫布上 用錐子戳戳戳戳了很多洞 然後再用油料慢慢去補 想把它蓮蓋起來 好 然後美國這邊的另外一個叫 France Klein 各位感覺 這完全像中國書法 他們都到日本去學很多書法 可是他不學漢字 那各位覺得很奇怪 書法一定要懂漢字 他其實不一定 他說 他不懂漢字 可是他覺得書法很美 因為書法就是一種 白跟黑之間的關係 一種空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很多美國的藝術家到日本 去學各種的書法的表現 而不是書法本身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我們說這個人字寫得很漂亮 其實不是說那個字本身 要讀出意思來 所以我在法國認識一個人 他很喜歡書法 他每次就弄了很多漢字的東西 我跟他說你把這個字寫反了 他說沒關係 我不是要認識字 我不認識字 我就是要那個空間的感覺 要那個毛筆的刷過去的筆觸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我們叫抽象表現 就是他把文字的局部解散 變成一種新的繪畫元素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談中文美術史說 其實永之八法就是把它拆開來的 不讓你欣賞一個字 而只欣賞其中的一個線條 所以可能我這樣講 各位會覺得不服氣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有可能一個法國人 一個美國人 比我們在座的人懂書法 你會覺得怎麼可能 因為我們是寫漢字的人 我的意思說 因為我們被漢字綁住了 我們看到一種書法 我們在讀意思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懂書法 書法是什麼 書法是欣賞寫字的美 而不是欣賞它的意思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其實Kline他們就發現說 他不懂漢字 可是他可以真正把書法的規則 運用在他的畫布上 產生了這樣抽象表現主義的 這樣一個流派出來 你看他走到局部的時候 更明顯完全像書法 完全像中國的書法 可是他是用油畫來做的 注意一下 黑色跟白色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中國古代的書法家 也講既白已當黑 他不懂書法的人 才在看黑的部分 真正懂書法的人 是看白的部分 叫既白已當黑 那事實上在講空間的感覺 所以我的意思說 的確我們看到Kline這些美國畫家 可能是比我們還要懂書法的 因為他真正發展了書法的空間感出來 你看像不像一個言真卿的書法的局部 非常非常像 所以他就是把局部裡面還有筆觸 還有非白 這種東西全部都有 可是他就不是一個字 如果是一個字 他覺得你就會讀意思 所以他不要給你意思 他要讓你真正是什麼 visual 視覺 如果你懂意思就是大腦 這樣了解嗎 你不懂意思就是視覺 就是visual 你真正在看 所以你在面對懷素的秩序帖 你讀不懂意思的時候 你才真正在欣賞線條 就是視覺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樣各位可不可以 對自己做一個考驗 就說有多少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在看畫 我們其實在看意思 如果看意思 它不叫做繪畫 因為它不是視覺 它是大腦的反應 從這裡這個抽象表現主義裡面 可以思考這樣的問題 德庫寧剛剛過世的德庫寧 他把他做成為極度的描述 在他女人的模特兒 他把他人的模特兒 在外面的表現 想要在同樣的質素上 在同樣的質素上 德庫寧去畫一個 他認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然後用這種可怕的方法去畫 我說可怕的方法 就是說他覺得所謂的美 其實是一種主觀 是你對那個女性的身體的佔有 或者是擁抱 或者征服的那個欲望 他把那個東西強烈地 用表現的方法 表現在畫布上 他覺得不是一個客觀的臨摹 好這個時候 他又產生了 具象性的 表現主義的這個作品出來 好美不斷地被顛覆 那羅斯科 從俄國移民到美國的一個藝術家 單純地去做色彩 我完全沒有辦法 在這個錄影帶裡 跟各位講 羅斯科的畫 曾經在美國多麼讓我感動 因為他的作品 是一層一層的那個顏料 你現在看到這個顏色 事實上不是一個顏色 是好幾種顏色 他有點像薄的紗 很多人形容他的畫像紗 就是一層紫色的紗 底下是藍色的紗 然後再底下是紅色的紗 然後一層一層的顏料透出來的那個感覺 漂亮的不得了 可是在複製品做不出來 因為複製品只有一種顏色 事實上它是一層紅色 然後再掩蓋了一層藍色 再掩蓋了一層紫色 所以構成不同的色的 顏色的那個光的感覺 所以很希望大家有機會到 紐約的現代美術館 有機會去看羅斯科的作品 我覺得現代藝術是最不能夠複製的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實驗是 只此一張的感覺 你必須要看原作 羅斯科全部在做色彩裡面的光的感覺 所以叫做抽象畫 可是裡面有很大的視覺的快樂在裡面 我必須提醒我們是根本看不出他的畫的特征的 在這樣的一堆當中 事實上你到原作前面嚇一大跳 那個顏色好豐富 你絕對沒有辦法說這是橘紅還是橘黃還是 它就一層一層的色彩在變化 那所以我只能講解給各位說 羅斯科的作品 有這樣的一種效果 視覺效果 你必須有一天看原作你才知道 像可以感覺到一點點差別嗎 中間其實不是一種單色 很複雜的顏色一直在變化 好 然後波洛克有一個女弟子 一個女學生叫海倫·菲蘭克賽勒 海倫·菲蘭克賽勒 那他也是抽象表現主義 可是他跟他的老師很不同 他不是用油 他用水 各位看 他是在沒有打底的棉布上 用水性的顏料 雅克力顏料 去使他滲透 產生很像中國水墨化的某些效果 然後他的題材都是自然 他叫Mountain and Sea 山或者海 所以這裡面很明顯受到了很中方的 山水化的影響 還有棉子跟宣子都是吸收性比較強的材料 所以他的棉布也是這樣的材料 發展出一種很女性特征的 溫柔的畫風出來 好 去感覺一下他的畫筆 水性顏料被滲透的那個感覺 你會覺得跟他的老師 Pollock那種很強烈的甩刷的感覺不同 而是一種滲透 那女性是比較溫柔的 所以女性的畫風在這裡 產生了一種比較柔軟的感覺 你會覺得他不是陽剛的 不是抵抗性的 而是被滲透性的感覺 很像天上的夕陽 很像颱風過後的雲 追求一種很溫柔的流動 一種水痕 所以各位就發現每個畫家 都創造了他自己不同的個性 那海伦 Frank Thaler跟他的老師 Pollock 都是抽象表現主義 可是其實是不一樣的 一個發展了男性的陽剛 一個發現了女性的溫柔的東西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當代藝術 已經不是在博物館了 也不在畫廊 他根本把你帶到 紐約的42街的街頭 街上的車水馬龍 街上的廣告招牌 街上的電子看板 所有的東西都可能變成藝術 他要讓20世紀的藝術家 面對的是當代的生活 為什麼 藝術一定是博物館跟畫廊 你走在南京東路上 感覺到的聲音跟色彩 難道不是藝術嗎 如果藝術被隔離在博物館 或者畫廊當中 那個藝術不是已經是作假了嗎 好 所以他現在 第一次我們看到西方的藝術 終於走到街頭來了 在街頭上去發現 這些東西才是藝術創造的 真正的一個基礎 只要被擁有一個新的復活 一個未來的世界 是被擁有的速度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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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到街上有可口可樂的招牌 那等一下 招牌可不可能是藝術 廣告可不可能是藝術 他要問的一個問題是說 你覺得台北市立美術館對你的影響 到底有多大 我想在座的人自己可以問一下說 我一年去幾次北美館 然後在北美館看畫的時間 跟我在南京東路上看到的 所有的廣告招牌的時間 哪一個影響更大 所以有一群藝術家在問說 你覺得藝術對你影響大嗎 還是商業廣告對你影響比較大 那些電影招牌 還有現在我們的電視的廣告 那你覺得你受到的藝術教育來自於哪裡 其實很可能是廣告招牌要遠大過於這些 你看一個小孩子 他唱的歌都不是學校音樂課教的 其實都是廣告歌曲 那你就知道什麼東西在影響人 影響我們今天音樂跟繪畫的 其實不是我們想到的什麼美術啊 音樂啊 或什麼繪畫現場協會這邊的課啊 其實是街頭上很多很多的視覺效果 或者廣告招牌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就開始研究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其實他們非常非常敏銳的在思考 人類的視覺到底真正影響它的來源是什麼 好這些電子的儀表板 到處都是電子儀表板 你今天在台北火車站前面看到的那種 所有的那個電子儀表板 構成對人的視覺上的影響 霓虹燈啊 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他在這裡談到藝術的這個物質到底是什麼 藝術的材料到底是什麼 過去是顏料是筆 現在可能不是 現在一個藝術家很可能是做廣告的 Andy Warhol就做廣告出身的 或者他是拍電視的 他開始轉變了 他的整個的media 他的媒體開始轉變了 好所以年輕一代的藝術家認為 藝術要面臨到更大的街頭上的挑戰 藝術可能無所不在 藝術也可能是任何東西 什麼叫做藝術 藝術跟一般的界限到底在哪裡 你做的椅子算不算藝術 因為他有造型啊 他有一個形狀 只是你在用他 所以你覺得他沒有藝術 就像我們在課程裡面 大概過去都談過說 你為什麼會跑到故宮博院去看一個商朝的頂 因為那個頂就是店啊 就是煮商朝人用來煮肉的鍋子 那為什麼你不會回家到你的厨房裡 看你那個煮肉的鍋子 那他們開始問什麼叫做藝術 只是說商朝的鍋子我們今天不拿來用 用來煮肉 所以我們才覺得他是一個藝術品 那有一天我們廚房的鍋子有一天 兩千年以後不拿來燒菜了 他也可能是藝術品嗎 好這種問題不斷被詢問 所以開始重新去思考 藝術跟一般的物質之間的差別到底是什麼 關係是什麼 什麼叫做創造 這種問題重新被提出來 好所以Rushenberg一個美國的藝術家 就開始撿垃圾了 把別人丟掉的所有的可口可樂的瓶子 這些廢掉的鍾拿來重新拼接變成一個藝術 所以各位有機會到美國的博物館看到 他從所有的這種垃圾堆裡面撿出來的東西 有人叫做集體藝術 有人叫做垃圾藝術 其實名字不重要 我想比較有趣的是說 什麼叫做垃圾的問題重新被提出來 也許我可以講一點點小小的經驗 大概我們這一代我們都經歷過台灣 從沒有垃圾到有垃圾 我們的童年是沒有垃圾的 因為每一個家庭物質都很少 舊的報紙一定捆好去換麥芽糖 那牛奶桶也去換麥芽糖 所以家裡沒有東西會丟掉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我記得我們家門口有一個垃圾箱 可是裡面永遠是空的 不會有東西的 那紙也不會亂丟的 因為我們用鉛筆寫過的紙 後來用鋼筆寫 鋼筆寫完以後拿來裂毛筆字 所以你會發現沒有東西會丟掉 可是曾幾何時台灣物質越來越多 現在每天晚上你走到街頭 你看那個垃圾變成一個城市的大問題 那什麼叫垃圾 垃圾就是對我沒有用的東西叫做垃圾 可是對我有用或沒有用 來自於我們自己對物質的態度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如果今天台灣所有的垃圾 拿到一個很貧窮的國家 比如說奈吉利亞 你相不相信它可能都變成有用的東西 它不會這樣丟東西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 七零年代我在法國巴黎留學的時候 那台灣的留學生最快樂的事情 晚上是去撿垃圾 你可以撿到電視機 你可以撿回一個床墊 很好的床墊 然後你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法國人怎麼 這麼隨便的丟東西 可是今天台灣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並不是那個電視機壞了 而是你覺得對你沒有用了 因為你希望買更新的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物質的淘汰本身 你稱它為垃圾 是因為它對你沒有用 可是它並不見得沒有用 所以美國是一個消耗物質最大的國家 尤其紐約這樣的城市 有一個藝術家就開始 像苦行僧一樣走在垃圾當中 把你丟掉的垃圾再撿回來 然後拿到博物館 讓你在博物館看到說 那不是我昨天丟掉的瓶子嗎 你忽然嚇一跳說 這個瓶子好像這個藝術家 怎麼會覺得它是有意義的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看過一個電影叫 上帝也瘋狂 一個文明的人 丟到撒哈拉沙漠去的一個瓶子 對非洲土人來講 簡直是一個不得了的神聖的東西 可以拿那個瓶子來做樂器 可以拿那個瓶子來玩各種東西 因為他們物質很少 所以這個這個流派的藝術 就是在檢討說 人類對物質的態度這麼無情 這麼無情 我們今天可以很輕易的把一個 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台灣人不會隨便丟掉的很漂亮的瓶子 罐頭隨便亂丟掉 那這種對物質的無情 慢慢會變成對人的無情 所以過去我們 我記得我童年的一個玻璃彈珠 一直流到我大學 我都捨不得丟掉 因為它變成我的童年的記憶 可是今天也許我們 昨天買的東西 今天就對它沒有興趣 因為你還可以買新的 因為所有的廣告都刺激你說 你應該追求新的東西 東西還沒有壞就要丟掉 我們小時候常常衣服是穿破了 補了以後換的 可是現在從來沒有一件衣服我穿破過 好 所以這裡面當然是對物質的態度不同了 那物質的態度不同 是說過去有一個東西你會留著很久 現在不會 那所以也有從行為學上 一般人認為 人類對物質很薄情 那對人也肯薄情 所以現在的人的情感本身也像物質一樣 很容易發生很容易丟掉 很容易發生很容易脫掉 我記得我們在 在我們的年代裡面流行著 愛一個人愛好多年 對方不知道 可現在也許這個東西是很嘲笑的 也許今天上了床明天就離開了 而且用很瀟灑的方法分手 所以這裡面當然 這個流派的藝術在檢查 人對物質的態度本身是人的倫理的態度 人類本身他的行為改變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美國是最早發生這個問題的國家 所以Rushenburg就用這樣的一種垃圾藝術 開始去提醒很多有趣的東西